世界最大驱逐舰即将诞生 一次就要建造10艘 其吨位超过了6月刚刚入列的阿利伯克3 达到了惊人的1.4万吨 甚至还要超越朱姆沃尔特 这P-18项目究竟是什么逆天工程 各国海军所装备的各型驱逐舰 最开始走的是专用路线 在作战中也只干单一的活 要么反潜 要么防空 如英国皇家海军的哈沃克号 就专职反潜 但伴随美国率先开启大型通行型舰艇时代 不仅驱逐舰吨位蹭蹭的上涨 各国军舰的发展方向 也走上了与弹舰不同的发展道路 武器平台 那P-18项目会选择走上哪条道路 我们接着往下看 在外出作业时 美海军驱逐舰等水面舰艇 一般都不会单打独斗 而是组团出去打架 所以对他们不过分要求全面作战能力 都是在任务中承担什么任务就换什么装备 因此美海军舰艇非常强调武器平台的通用性 如阿利伯克一搭载的MK41垂直发射系统 除了能携在标准 海麻雀等防空导弹外 还能换装战斧 AGM-158C和阿斯洛克等导弹 执行反潜对陆攻击等任务 而俄海军因为深受苏联的影响 同样是以弹制天下的理念 认为反舰导弹这类武器 才是海战中的主要进攻手段 因此俄海军的水面舰艇非常强调 海上独立作战能力 只要外出执行任务 各类武器都得装上 如基洛夫巡洋舰 它拥有四种不同型号的垂直发射系统 共188具垂直发射器 AK-130DP多用途双管舰炮 AK-630M进破防卫系统 共同执行反舰防空对陆攻击等任务 除了这些之外 它还装有与基辅航母相同的反潜装备 一个巡洋舰与航母装备相同 真不愧是大力出奇迹的代表 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个负面作用 就是俄海军军舰会出现各武器平台 互相干扰的情况 开了警戒就不能开防空 开了防空就不能开火控 极大影响了作战效率 P-18既然是最新最先进的作战平台 那它会选择走哪条道路呢 P-18又能否在驱逐舰里霸绑呢 我们根据公开资料仔细来分析一下 在P-18项目的规划中 P-18是一款隐身导弹驱逐舰 其动力主机两套英国造的MT-30燃气轮机 总马力至少能达到10.5万马力 直接拥有核动力下最强动力源 并且全舰采用综合电力推进系统 解决了各系统的兼容难题 该舰配备的是一门127毫米主炮 三门奥托梅莱拉76毫米副炮 四个AK630M进程武器系统 用在进程反导防御上大概是够用了 127毫米主炮具体会用哪一款呢 在火力军的购物车里 符合P-18主炮要求的 就只有美国的MK45和意大利的 奥托布雷达两种舰炮 这两款火炮在火力军频道里曾多次讲过 在这里就大概说一下两者的区别 MK45是在MK42基础上开发而来 考虑炮身寿命和机械结构问题时 放弃了对空效能 主要以操作稳定度作为考量 所以MK45舰炮 虽以广泛应用在提康德罗加和阿利伯克等大型战舰上 但其性能并不算特别先进 最新的MUD4最大射速只有20发每分 最大射程37公里 而意大利的奥托布雷达舰炮 因主攻防空取向 所以在射击时便以超越MK42的40发每分射速作为标准 采取了与76快炮类似的诸多全新设计 成功的让舰炮系统在轻量化以及自动化下仍具有高射速效果 如03年推出的轻量版 最高射速35发每分 搭配特殊弹药石 其射程可达100公里 那P18老板最后会宠幸谁呢? 火力军觉得意大利的奥托布雷达舰炮的可能性大一些 因为该炮不仅与其三座76毫米副舰炮 都是由意大利奥托梅莱拉公司建造设计的海军舰炮 且都注重防空效果 而且意大利曾为加尔格达号提供了技术支持 所以在性能相差不大的情况下 P18项目最终选择意大利舰炮的可能性最大 当然也有火力军觉得奥托布雷达比MK45要好看的原因在里面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追发系统 在规划中P18驱逐舰安装有大口径吹发单元144个 可发射AD1、AD2、巴拉克8等防空导弹 布拉莫斯、布拉莫斯2等反舰导弹 以及无位对陆攻击导弹 拥有比美国阿利伯克396个吹发单元更猛的火力 并且在数量上 项目计划是建造10艘P18驱逐舰 拥有1440个吹发单元 超越了14艘阿利伯克3 共计1344个吹发单元 但能否碾压阿利伯克 还得看P18驱逐舰能否同样实现一坑四弹 那么什么是一坑四弹 简单的说就是在一个导弹垂直发射单元中塞进去四枚导弹 该技术最早出现在MK41吹发系统中 那么14艘阿利伯克3就相当于拥有5376个吹发单元 P18驱逐舰的吹发数量就比不上了 那实现一坑四弹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一坑四弹技术最大的优势体现在中距离防空导弹的携带量上 在需要密集的应对反舰导弹打击时 会比只使用一坑一弹的军舰要有优势 咱们打个比方 我们以美国阿利伯克3为例 它一共有96个吹发单元 假如有三分之二的导弹吹发装置都装标准2 能装64枚 而如果这些吹发装置全部实现一坑四弹 则一共可以装备256枚 若是以两枚导弹拦截一个来袭目标计算 理论上实现一坑四弹的舰艇 其可以拦截的目标数量将四倍于一坑一弹的舰艇 当然这只是最理想状态 因为一坑四弹的弹射射程有限 无法像正常弹射的标准2一样 实现超远距离拦截 如英国海军新的垂直发射系统 实现了一坑四弹 可以容纳四枚海兽体进程舰空导弹 但射程仅有12公里 又或者是俄罗斯海军的22350护卫舰 使用的3S97垂发装置 虽然也可以携带四枚9M100进程舰空导弹 但射程同样只有10多公里 其次是在打击能力上 一坑四弹存在必要性 我们知道每种防空导弹都有不同的缺陷 如标准2导弹 正常发射虽说可以在1200公里之外 对反舰导弹实施拦截 但在导弹的发射的上升阶段 其舰艇本身却极易受到伤害 所以现役美军舰艇 实际上都配备了一款 或者多款不同射程的防空导弹 如阿利伯克 可以一部分垂发系统装海麻雀防空导弹 一部分装RM6667中远程防空导弹 配合舰艇的其他防空措施 能形成3到4层防空拦截网 射程也可以从最近的1.5公里到远距离 实现无缝连接 这样的防空火力设置会更加高效 面对来袭导弹的时候 也不会有漏网之余 那P18能实现了一坑四弹吗 我力军感觉问题不大 因为一坑四弹其实并不难 简单说就是垂直发射架尺寸一定的情况下 在格子里放更多的发射筒而已 说到底还是一个数据尺寸的问题 而在规划中 P18能够发射诸多不同型号 不同尺寸的对陆防空反舰导弹 所以对P18驱逐舰而言 实现一坑四弹不是问题 关键还是要看有没有需求 因为一坑四弹的导弹性能通常会受到尺寸的限制 往往在降低导弹尺寸后性能也会跟着缩水 讲到这里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出 以印度为主导的P18万吨大驱项目 绝对在事前做了充足的调研和考证 不然也不会连验证件都不早 就直接敲定十艘建造计划 但是让火力军不明白的是 P18驱逐舰虽奔着一砖多用去的 可为什么它在有声纳反潜无人机的装备下 仍保留了两座从退役拉杰普特驱逐舰上 拆下来的RBU-6000火箭深弹呢 这难道有什么说法吗 在现代反潜中 声纳遇雷和反潜直升机 是现在舰艇主要反潜方式 整个反潜过程能概括为两个核心部分 一是探测 二是攻击 在探测方面 P18驱逐舰搭配有Hermsa NG主动被动声纳 和Nagin主动拖曳阵列声纳 主动声纳会向水下释放一个强声波 并在水下接触到物体时 重新弹回声波 根据声波弹回式的波形 绘制出水下的情况图 这样的主动声纳 并不是安静就能躲得过去的 除非目标躲在海沟里 否则就一定会被主动声纳发现 但是主动声纳也有刺激的坏处 那就是释放的强声波 相当于向水下的所有潜艇 宣布了自己的位置 而被动声纳 是通过接收和处理水中 目标发出的辐射噪声或声纳信号 从而获取目标参数的各种声纳的统称 因此 潜艇一般用被动声纳探听 然后用主动声纳定位 只不过舰载声纳系统的探测范围有限 所以一般情况下 还要配合舰载反潜直升机 来扩大自己探测范围 因为反潜直升机装备有声纳浮标 这些声纳浮标在被投放进水中后 便可以开始探测水下的物体 并向直升机或舰艇发送数据 P18驱逐舰就配有两架HAL公司的 德鲁夫MK3或MH60R罗密欧多用途直升机 在反潜攻击上 鱼雷是现代舰艇最常用的反潜武器 像驱逐舰和反潜直升机 一般会装备多个反潜鱼雷进行反潜作战 而除了鱼雷外 其实还有一款反潜武器叫火箭伸弹 也就是P18驱逐舰选择保留的RBU6000火箭伸弹 火箭伸弹简单的讲 就是由火箭助推飞行的深水炸弹 虽说这种武器可在短时间内 对水下目标形成覆盖式饱和攻击 但是随着科学的进步 这种武器已经变得相对落后 取而代之的是反潜导弹 这也是反潜鱼雷和火箭的结合板 也是目前最先进最主流的反潜攻击方式 如美国阿斯洛克反潜导弹 可由垂直发射系统发射 通用性强 所以P18驱逐舰 还要选择保留的RBU6000 还不如整个能用垂发单元发射的反潜导弹来的实在 有些朋友可能会问 P18是以印度为主导的项目 那它会不会同化成万国牌武器呢 提起印度武器 大家第一印象绝对是万国牌 很多武器的核心部件都是从外引构的 如加尔格达驱逐舰 燃气轮机和变速箱都来自乌克兰 传动轴和螺旋桨来自俄罗斯 雷达是从以色列进口的ELM2048相控阵雷达 防空导弹是以色列造的巴拉克8垂发舰空导弹系统 可以说除了油漆外 其他武器装备都是进口的 而大家之所以认为万国牌武器装备不行 是因为不同的武器在设计上差别很大 很难甚至无法兼容 比如M4卡宾枪就不能打AK-74步枪的弹药 俄制战机也不能使用西方的基载武器和吊舱一样 要是进行协同或联合作战 这将成为致命缺陷 但这样的情况不会发生在P18驱逐舰上 因为在规划中 P18选择了综合电力推进系统 能彻底解决各系统兼容难题 而且万国牌的优势在于来源丰富 不容易被卡脖子 而且还能压架 这对建造10艘P18驱逐舰计划极为有利 那么什么是综合电力推进系统呢 以前舰船的动力系统大多为常规动力还是核动力 都是先将燃料的化学能转化为机械能 然后分配给舰船上的设备 从而实现推进发电和弹射等功能 而综合电力推进系统则是先把所有的机械能都用来发电 然后通过计算机再把电能精确的分配给动力系统 雷达系统和武器系统等用电设备 P18驱逐舰选择综合电力推进系统 除了要解决系统兼容难题外 估计还打算在未来将激光武器 电磁炮 电磁弹射等高耗能设备安排上舰 而这些都是短时间内需要大量电能供应的装备 当然 电推也能保持比常规推进系统更稳定的高航速 能让MT30尽情发挥功能 英国是建用燃气轮机最强的国家 也是燃气轮机发展历史最悠久的国家 从最早的G6 奥林普斯 海参等燃气轮机 一路发展到后来的WR21燃气轮机 输出功率高达25.2兆瓦 而MT30便是英国罗罗公司制造的 目前世界最大功率的建用燃气轮机 MT30的技术基础来自于Trait 800涡扇发动机 整机重量仅有22吨 热效率却能达到40% 最大功率为40兆瓦 远高于世界同类产品 比美国LM2500建用燃气轮机高了一半多 LM2500是目前应用最广泛产量最大的燃气轮机 几乎占领了半个地球的海军 但它的输出功率为18.7兆瓦 不过其改进型LM2500加G4燃气轮机的功率 已经达到34兆瓦 是仅次于MT30的燃气轮机 拥有MT30的P18驱逐舰 其航速将超过35节 续航能力超过45天 它将比阿利伯克还要快 还持久 总的来说 P18驱逐舰建造项目的方案 搭配合理 合乎逻辑 可行性非常高 即便是在需要外购的核心设备上 大概率也能得到意大利等国家的技术支持 规划中的2030年到2040年期间 交付5到10艘P18驱逐舰的 还是很有希望实现的 好了 关于P18驱逐舰建造计划 大家觉得能按期实现吗 其搭配的武器和系统 你们觉得会用到哪些 都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